在情绪量表与意识地图上,你落在哪个位置? 为求简单明了,我们使用的情绪量表与意识等级是相对应的。 关于意识等级的说明与其科学依据、用途可参见心灵能量,藏在身体里的大智慧一书。 简单来说,万事万物都能发散能量,而且能量非正即负。 凭着直觉,我们可以分辨出正面的人,友善、真诚、体贴与负面的人,贪婪、狡诈、令人讨厌,有何不同? 德雷莎修女的能量明显与希特勒不一样,而多数人的能量等级则落在他们两人之间。 音乐、地点、书记、动物、意图以及所有的生命都会散发能量,可以据此测定其本质及真实程度。 物与类聚,同类相惜,这是因为驻留在每个意识等级的能量都不同。 意识地图以线性的对数来呈现非线性的能量领域。 每一个意识等级,或称为吸引子模式,是依据能量大小,幻散成对数标度,数值从一至一千。 完全开悟的等级一千,位于意识地图的最顶端,是人类可以成就的最高层次。 耶稣基督、佛陀、奎什纳的能量都位于此。 修持等级二十,位于意识地图的底端。 能量振动频率接近死亡,代表勉强活着。 勇气等级两百,是正负能量一个关键的分界点。 勇气是正直、真诚、有力、具备适应力的能量。 低于勇气的意识等级是破坏性的,而高于勇气等级则是对生命有利。 简单的肌肉测试,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 负面刺激低于两百,会马上削弱肌力。 而施与正面刺激高于两百,则会损先强化肌肉。 真正的心灵力会强化肌肉。 而振动频率低于两百的压力,则会令人衰弱。 位于勇气上面的等级,会吸引别人主动靠近, 因为我们会带给他们能量或心灵力,对他们心怀善意。 在勇气以下的等级,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因为我们会从他们那里索取能量或心灵力, 企图利用他们来满足我们在物质或情感上的需求。 以下,我们会介绍意识地图的几个基本等级, 并按能量高低由高至低来排列。 平和六百 平和宁静的体验是完美、极乐、不费利语合一。 既是超越分离、超越理性的非二元状态。 例如圣经、菲利比书所说的状态, 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 这个等级被称为绝招于开悟, 是人类相当罕见的意识等级。 喜悦五百四十 不论面对任何情况,也不论别人做了什么, 都会维持无条件且不变的爱, 即使一再陷入困境, 也抱持永久的乐观态度及慈悲。 在他们看来, 整个世界与万物都是笼罩在美与爱之中, 而造化是如此完美,不正自明。 这个振动层次很接近合一与大我。 位于这个等级的人, 圆容俱足, 对众生慈悲, 几句耐心, 待人如己, 也关心他人的福祉。 爱, 五百, 这是一种宽容, 滋养, 扶持的存在方式。 它不是来自心智的爱, 而是由心散发出来, 着重的是一个基本情境, 而不是细节。 它关心的是整体, 不是知微末节。 在此, 觉察力取代了个人的眼界, 因此没有预设立场, 能够从一切存在的事物中, 看见事物本身的价值, 即值得被爱之处。 理性, 四百。 理性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质, 这是从抽象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能力, 可以构思、客观、概念化、 当机立断并修正决定。 理性的庞大效用是解决问题。 许多科学、哲学、医学、 医学及理哲学的科学家及思想家 都属于这个等级。 接纳三百五十。 接纳的能量具有宽容、 放松、和谐、弹性等特质。 不会心生任何抗拒。 生命很美好, 你我也很好, 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 接纳意味着接受生命本来的样子, 不去特意行诉或改变。 位于此意识等级的人, 不会去责怪他人, 也不会抱怨人生。 意愿三百一十。 此意识能量会以正向态度 来迎接人生的各种境遇, 生存能力非常好。 具有这种能量的人非常友善, 乐于帮助他人, 会主动寻找可以尽一己之力的机会。 中立两百五十。 位于此意识等级的人, 淡定从容, 非常务实, 对于结果会抱持超然的态度, 相当程度上, 不会有情绪化的表现。 这样也好, 那样也不错。 没有僵化的立场, 不会固执起见, 也不会与人发生争端。 勇气两百。 拥有这种能量的人会说, 我办得到。 他们坚忍不拔, 对生活充满激情, 生产力高, 独立, 努力充实自我, 而且有能力把握机会去行动。 骄傲, 一百七十五。 这个等级的人是完美主义者, 他们会说, 我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他们非常积极, 注重成果, 渴望获得肯定, 想要与众不同, 自认为高人一等, 比优秀。 愤怒一百五十。 这种情绪能量会以蛮力, 威胁及攻击来压抑恐惧的根源。 这个意识等级的人, 个性暴躁, 反复无常, 经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们喜欢讨回公道, 经常把等着桥挂在嘴边。 欲望, 一百二十五。 永远都在追求回报, 在获得及玩乐中打滚, 身外之物是他们所关注的目标, 而且贪得无厌, 永不满足。 他们说的是, 我一定要拥有这个, 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现在就要。 恐惧一百。 从这个等级能量来看世界, 会觉得到处充满了危险与威胁。 位于这个等级的人会躲躲闪闪, 防备心重, 整天都在为安全担心受怕。 他们有很强的占有欲, 嫉妒, 烦躁, 焦虑, 时时都在提防戒备。 悲伤, 趋势五。 在这个能量等级的人, 无助, 绝望, 失落, 悔恨, 消沉, 抑郁, 疏离, 哀伤及自责。 他们会说, 只要我能够。 他们是别人口中的窝囊肺, 卤蛇。 对他们来说, 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他们快撑不下去了。 冷漠, 五十。 这个能量等级所表现的特质是失去希望, 装死, 无所作为, 往往成为别人的负担。 经常会说, 谁在乎我, 或我不行。 如果没有人拉一把, 他们极有可能会潦倒穷困一生。 愧疚三十。 在这种能量场中, 会想去惩罚他人及惩罚自己, 这会导致自我排斥, 受虐狂, 懊悔自责, 自毁, 觉得一切糟透了, 或都是我的错。 愧疚意识是许多心身疾病的根源, 身上带有这种能量的人, 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及自杀行为, 也时常会把自我厌恶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 认为别人不怀好意。 羞耻二十。 这种情绪能量的特征是自残行为, 比如, 羞愧到抬不起头。 被羞耻能量包围的人, 会自我放逐, 自暴自弃。 这是一种会严重摧残心身健康的状态, 并导致残酷地对待自己及别人。 大致上, 我们可以说意识等级越低, 其能量的振动频率越低。 这样的人能量低落, 心灵疲弱, 生活条件恶劣, 人际关系不良, 过得不太富足, 欠缺爱, 心身健康也好不到哪里去。 由于本身能量低落, 因此容易遭到索取型的人 在各个层面上欲取欲求而被榨干。 人们经常会对他们敬而远之, 因此他们会发现自己身边 都是相同意识等级的人, 例如监狱中的犯人。 放下负面的情绪及感受, 就能逐渐往上移到勇气等级, 并一路向上, 越来越能发挥出正面能量带来的效益, 越来越不费力地迈向成功及富足。 我们往往乐于接近这种人, 说他们人格高尚, 个性爽朗, 他们会将生命能量分送出去, 动物会主动亲近他们, 养花释草, 也得心应手。 凡是他们所接触的人, 生活都会得到正面的影响。 在这个勇气等级, 仍残留着一些负面感受及情绪, 但拥有的正面能量已经足以处理它们, 因为它们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力量, 个人的适应能力也足以应付。 要从底下的意识等级往上爬到更高的等级, 最快的方法是真实对待自己及别人。 传统认为, 意识等级与身体的能量中心脉轮有关。 据说, 一旦灼火能量在勇气等级200被唤醒, 就会经由脉轮在身体内流动。 这些能量中心可以使用一些 临床技术及敏锐的电子仪器测量到。 在意识地图上, 各个脉轮的测定值如下, 顶轮600, 第三眼525, 喉轮350, 心轮505, 太阳神经丛275, 其一轮275, 海底轮200。 放下负面的情绪及感受, 能量就会往更高的脉轮流动。 比如说, 如果你改掉经常发脾气, 第二脉轮的习性, 能量会上升到第五脉轮, 你就会摇升一变, 成为别人口中宽容大度, 心地善良的人。 这一套能量系统会直接作用在物质身体上。 脉轮的能量是从称为经络的管道, 在整个能量体中流动。 能量体就像物质身体, 肉身的蓝图。 每一条经络都与某一个脏腑器官有关, 而每个器官又会对应到某种情绪。 负面情绪会导致相关的经络失去平衡, 例如抑郁、绝望、消沉等情绪与肝经有关。 这些情绪会扰乱肝脏机能。 任何负面感受都会伤害到相对应的脏腑器官。 经年累月下来, 器官就会产生病变, 而中置无法运作。 情绪状态越是低落, 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 不仅自己的生活会遭殃, 还会波及到周围所有的人事物。 情绪等级越进化, 人生各个层面就越趋正面, 同时还能让周遭的各种生命形式都从踪受惠。 一旦正是负面情绪, 学会放下及沉浮, 能量等级就可以往上移动, 活得越来越自在。 到了最后, 所有的情绪及感受几乎都是正面的。 能量等级较低的情绪会限制我们, 让我们看不见真正自我的实相。 随着我们不断沉浮, 等级渐渐提升。 在趋近意识地图的顶端时, 并会开始出现新形态的体验。 爬升到意识地图的最高等级后, 真正的自我就会显现, 进入各种程度的开悟。 这里的重点在于, 当我们上升的等级越高就越自由。 这样的境界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灵性觉知、直觉及意识的成长。 放下负面情绪的人, 都有这样的共通经验, 他们的觉知程度不断进步, 原本在较低意识等级 无法看清或不可能体验到的事, 在较高的意识等级, 都会变得昭然若揭。 科学研究的结果显示, 所有的念头都会存放在 心智的记忆库里, 并按照相关的感受、 情绪来精细归档。 念头是依据情绪或感受的基调 进行归档, 而不是事实。 因此,比起观察你的想法、 观察你的感受 更能迅速提高自我觉知。 由于某个想法而引发的 一种感受或情绪, 接着可能会制造出 千千万万个念头。 因此,与其对着念头下功夫, 不如去了解念头背后的 潜在情绪是什么。 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效益更大, 也更节省时间。 如果是不熟悉情绪 一体的人, 我会建议他们 先单纯观察自己的感受, 不要光想着 要马上解决问题。 观察久了, 渐渐就能波云渐日, 看出情绪, 感受与念头之间的关系。 等你更熟悉之后, 就可以小小地试验一下。 比如, 某个念头频频出现, 你可以单独拎出来解释, 辨识这些想法连接的是 什么情绪或感受, 接着便可以针对 这个情绪下功夫。 首先接受它的存在, 不抗拒, 不谴责, 允许它展露真实的样子, 接着彻底清空, 感受背后的能量。 过一段时间 再去检视这些想法, 便会看到 它们的特质改变了。 如果情绪 已经彻底沉浮, 放下, 相关的念头 通常也会烟消云散, 替换成一个 可以快速总结 这件事的新想法。 举个例子来说明, 有个人在临出国之前 一直找不到护照, 眼见出国的日子近了, 他内心越来越慌乱, 脑袋里有各种念头 疯狂打转, 想记起自己 把护照放到哪里去了。 他翻箱倒柜, 试了各种心理技巧, 但都徒劳无功。 他责怪自己, 我蠢透了, 怎么会把护照弄丢呢? 现在重新办护照, 也来不及了。 要命的日子 终于来临了, 他进退为谷, 没有护照, 就不能出国, 而不能出国的后果堪雨, 因为那不是单纯的旅游, 而是出差洽工。 最后, 他想起了沉浮的技巧。 他坐下来, 问自己, 我一直忽略的基本感受是什么? 他压抑地发现, 冒出来的答案竟然是悲伤。 而悲伤的源头是他不愿与爱人分开, 同时, 他也发现到连结悲伤的另一个感受, 害怕。 他既害怕失去这段感情, 也怕出国期间感情变淡了。 当他放下即沉浮这两种感受后, 突然就平静下来了。 他做出结论, 假如这段感情会因为他出国两周就拉警报, 那根本不值得他维系。 所以, 出国不会危及到任何事, 他的心定下来, 随即就记起了自己把护照放在哪里了。 事实上, 护照就放在一个理所当然的地方, 但因为潜意识的阻碍, 让他迟迟记不起来。 当然, 找不到护照而产生的千头万绪, 以及担心无法出国造成的可能危害, 最后都化解掉了。 他的情绪状态, 也从原先的沮丧, 转换为感恩与快乐。 把沉浮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情境, 的确妙用无穷。 而在人生陷入危机时, 沉浮更是可以拿来 恶阻并大幅减轻痛苦的关键手段。 人生危机往往会带来压倒性的一股情绪, 还会往下调动一直被压抑的那些主要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 问题不再是去辨识情绪, 而是如何处理被情绪淹没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کہ分析差 yapıl讨真的没有发 μ Вид 川普进去辨读的话——